我是王益泉医学人 目前在蓬蓬州的北根医院工作 我负责的是医疗内科指定 我是湘宁 我现在是在吉达州奔统县的一间政府的诊所 认职医师 三月间我们才开始 我们的马来西亚就开始比较严重 就开始有这个新管理 血龙区需要有人去帮助 当地政府求各大的州处 都派一位内科医生到沙巴房来 那时我就得到了测试 然后就自愿地去了 其实因为一个月前 我不小心跌倒然后留上我的脚 我的母亲非常担心 我去沙巴工作会加重我的病情 我记得我的父母不是很放心的 我就一直迟迟不跟他们说 我就一直等到我差不多要出发了 我就兴起他 我就跟他说说 我职务所在 我需要去帮忙 这样子 我妈妈有静了一下子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过后 她就说 你是医生 你知道要怎么照顾好自己 就是在一句祝福以之下 我就出发了 我是被拍到拉哈达图 那边也是红区 每一天都有大约五十到一百的新的病情 而且你会看到他们是一个罗里 这样子一直来 然后送一堆人进来 目前医护人员的数目还不够啦 其实大家都在撑着 其实我心里面也有害怕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病是无所不在吧 那时候也是很担心 那个病毒会软到我的身上 然后我会不会因此留在血龙 没有得回家 这样子 但是后来的时候 然后开始第一天的检测过后 那个心情就很强大 因为觉得大家一起完成的一个任务 她没有想象中这么恐怖 我们要当医生的这个种子 我们知道说要去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爱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要有心情 要给病人看 这样子才会让他们没有这样担心 有这样担心 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刻 沙巴还是非常缺乏医务人员的 还有很多病人是真的是需要医生去沙巴 去医治和关怀他们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自愿者可以加入团队 到沙巴给一方注意关怀